朋友们,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年种的芹菜啊 无论是从掌势还是病害的防控 还都不错 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今年芹菜价格太低了 地头的收购价格是两毛五分钱 有些朋友说啊 就是看着你的芹菜长得挺不错的 但是它每年种芹菜很容易出台 看这个出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芹菜出台呢 从理论上讲就是开始有营养生长 转向了生殖生长 开始开花结果了 而我们吃这个芹菜呢 是它的茎 还是它的椰饼 吃这块 所以说你要控制它的生殖生长 控制生殖生长这块呢 实际上也比较简单 特别是下秋茶 去育种 然后做冬季供应这块呢 首先呢 你这个种子 尽可能的不要去用沉种子 让它不要有充化阶段 充化呢 往往指的就是 你这个营养生长 向生殖生殖开始转化的时候 所以说呢 你大棚的温度呢 尽可能不要太低 一般就是七八度以上保持这样的温度 特别是白天的温度呢 你最好不要低于15度 特别有时候这个低温吃药气长的话 它很容易就会出现那个出胎 就是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了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你要注意啊 可以用化学那个生殖素来刺激一下 好比说是云苔素 或者是赤霉素 特别是赤霉素比较好 一个礼拜喷一次 喷个两三次 这样情况下会刺激它 不向生殖生长去转换 始终处于营养生长这个阶段 但是用赤霉素要注意啊 就是说你这个营养下面的这个就是氮连钾呀 珠木脑元素要充足 不充足的情况下 你用赤霉素很容易出现这个盖空 就是净盖空心那种状况比较厉害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及早的去收获 你长时间不收获的话 它肯定还是会出胎的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啊 就是你不能干旱了 土壤始终要保持湿润 干旱的情况下 也是很容易出桃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种植上 要注意这几个方面 就没有问题了